南极的春天是庆俄返家的时节 这种无法飞行的鸟类得用尽全身力气加速要出水面登陆 在海里悠游一整个冬季上了岸行动难免笨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既然十一月已近春末 南极的氣溫依舊在冰點以下 即使在最溫暖的夏季 無冰的土地也不超過3% 只有極少部分的岩石 裸露出來 竹巢的碎石像鑽石一樣珍貴 他在開始撿石頭準備要竹巢了 所以他們開始做棄 那是一種結合 像是一個小孩子 帶著一個玻璃 對 這是一個玻璃 所以這也幫助聯繫 聯繫 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偷東西 果然馬上被逮到 這時候免不了一陣追打 即使多年伴侶 歡愛之前還得相敬如賓的鞠躬行禮 所有企鵝的繁殖棋 只有春夏日不落的短短幾個月 三月份以後 南極又進入長達半年 暗無天日的湧夜 南極大陸是全世界最晚被人類發現的大陸 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 都被覆蓋在冰雪底下 我們腳下的冰平均厚度是兩千三百公尺 坐在這個完全沒有盡頭的白色大地 真的覺得人類很渺小 也真的很感恩地球上還有這麼一個 保存原始樣貌的土地 到南極州拍攝這個任務到底有多艱難呢 我們的製作團隊飛行兩天才抵達世界的盡頭 阿根廷的最南端搭乘科學研究船 而在南極海上航行的十三天 每一天都是挑戰 南極州是地球的孤兒節目開播以來 拍攝時間最長難度最高的一次 製作團隊攜帶大批攝影器材 包括4K攝影機 橫跨一萬兩千多公里的距離 光是抵達登船地點 世界的盡頭烏斯懷亞 就得轉機四趟 飛行兩天 登船以後還要再航行兩天 才到得了南極大陸 當我們的科學研究船通過地球上最危險的航道之一 德瑞克海峽 船上的嘔吐袋很快就不夠用了 波兵船首先穿越南射德蘭群島 接著繞行南極半島周邊的島嶼 最後才登陸上岸 由於大型船隻不能靠岸 橡皮艇是唯一可以著陸的交通工具 每天出發前光是濁妝就夠折磨 兩層三層 兩層六層 六層 六層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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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套兩層 每一趟搭乘橡皮艇都是一次風險 看得見的浮冰 看不見的冰山 半頓海豹的性情都無法精確掌控 小艇怎麼行徑 全憑經驗 這次的季度有很多濁氏 有很多氷水 有很多氷水 所以想要是 如果風突出 如果是海洋的風 我們不想到海洋 會有很多氷水 在早期季度有很多氷水 它可以移動 即使是海洋水 或是海洋水 我們很幸運 領隊的極地探險夫妻 先生David 40年前就開始攀爬冰河 太太Maria 還是訓練過英國軍隊的 世界頂尖登山高手 當然極地拍攝的最大挑戰 就是天氣 二十二十四 今天第一明天 還太陽高照 下一秒就風雪大起 氣候變化之快 讓你措手不及 白色雪地反射強烈的太陽光 如果没有戴目镜保护 还可能出现血盲症 摄影师得扛着20公斤重的器材 踏过厚厚的积雪 挥汗登顶 走在这个连企鹅都会跌倒的地方 有点感想 为什么这么冷也会流汗 步行在企鹅都会跌倒的滑冰 更是考验平衡感 现在春天这个冰刚刚融化 所以非常不好走 而且满地都是企鹅的便便 真的是举步维艰 这一次搭乘俄罗斯科研船 前进南极的除了东森电视的拍摄团队 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 以及生物学家 鸟类学家 历史学家 地质学家和冰河学家 所以开拍之前 制作人必须向整船的人解释 我们的来意 谢谢Marina I don't know I have to make speech before lunch Hi everybody I'm Marina Pai I'm Taiwanese TV producer and presenter And you might have noticed that is today There's two big cameras around you I do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And the intrusion with cost I have 20 years experience in TV industry I might not look my ag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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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yeah You are in good hands So... 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详细记录 航行在南冰洋的13天 船上的日常生活 登陆探险的挑战和惊喜 这边是属于全人类类 对不对 我的嘴巴捂掉了 还有蛙洞躺在冰床上的 南极露营疯狂经历 冰棘扎营的第一步 就是蛙洞给自己跳 在睡觉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头部的保暖 因为唯一会漏在外面 可能就是脑袋 好 戴两层帽子 因为睡觉的时候 旁边可能会有很多气恶 旁边可能会有很多气恶 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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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